《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2年的7月15号 咱们说自从香港反送中以后 就中国人当中移民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现在叫做润学 润就是逃 逃离 逃离都成了一门学问了 这跟97年香港移民大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是危机预期遇民 就是预感到危机要来了 赶快跑 现在叫做现实危机移民 已经身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当中了 那人逃离起来都有点荒芜择路的感觉了 而且不只是香港 是整个大陆地区 其实常看江峰节目的朋友应该也有一定定力了 是吧 保持对生命的淡定 保持对未来的希望 今天我还是要继续说一说中国大陆停戴潮这个事情 这股浪潮不仅因为它的迅速蔓延声势浩大 它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社会运动这种趋势 非常明显 更因为这股浪潮它是从一份叫做强制停戴告知书 打了头 从江西这个景德镇开始 这一开始就具备了明确的反抗政府 向政府讨还公道的性质 就使之完全有别于通常那种信访上访啊 跪求政府开恩啊 跪求毛主席 习主席 主持公道啊 那一开始咱们说就走偏了 走入错误的发展方向 你都知道 八九六四是一个时代最难忘的事件 说六四使得中国失去了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机缘 改革开放 不改革了 只剩下畸形的开放挣钱 那么关于六四 除了中共刻意让两代人慢慢的遗忘六四 其实经过六四的朋友 恐怕也渐渐的忘却了一个著名的场面 什么场面呢 1989年4月22号中午12点 三名学生代表首举请愿书在大会堂东门台阶上跪着 跪请当局接纳学生们的要求 跪那儿 一跪45分钟 我在历史上今天讲过韩国人的光州事件 跟六四事件相比 这两个都是要求民主的运动 一个是跪着球 一个是站着球 同样都遭到了坎克的碾压 却俨然有了不同的结果 为什么呢 问题就出在民主这个词上了 民主 民为主 就是人民做主 就是主权在民 但是你往下那一跪 就那一瞬间 你就已经让渡了你的权力 你就已经忘记了你是真正的主人 那一瞬间你就承认了 夺走你权力的独裁者具备了对你的统治权 你别说跪下去45分钟 我跟你说 你那跪一辈子 你跪的越久 你膝盖越软 然后你的官老爷们 鼻孔 他这个羊角越大 朝天看 不论是死掉的还是活着的人民领袖 人民就是他的江山 就这一份感觉 他就越确定 所以我说 这是停戴潮 了不起 了不起 大家观察一下 12号出来的新闻 当时各大官媒还有不少跟进报道 网络也没有完全封网删帖 原因嘛 我昨天节目已经分析了 跟大家稍微简单回顾一下 就是习近平给李克强难堪找负担 找他背锅 这种说法不准确 因为中共体制无论经济还是任何一方面 涉及社会大规模的出问题 一定是核心负责 谁是最高领袖 谁负责 习近平负责 第二个理由 为什么不是说是习近平 让这个李克强背锅呢 给他找麻烦呢 宪法又不是李克强改的 是不是 二十大的倒战下车 只有习近平要连任呢 现在这样的大规模群体事件 就是给习近平制造的最大麻烦 就不想让你二十大连任嘛 好 就算你二十大连任了 你用了各种的手段 各种权斗 军队开到中南海去了 哎 好嘛 你就这样巨大的烂摊子 你二十大之后 你下一任不是还要面对吗 所以习近平是不想让这种事情在网络传播的 更不愿意像是个强制停贷构置书这样的反抗宣言 甚至是革命宣言变成一个范文 大家可以仿制copy base变成陕西的 copy base变成上海的 他害怕这个的 所以说呢 十二号那个新闻 网络不控制 显然是习近平力量失控的一个空间 那么大家再看十二号到现在 两天多四十八小时过去了 你再看 几乎网络就平静了 没有评论 也没有跟进 这样的安静 就是政治风暴到来之前的可怕的宁静 懂政治的 懂中共的人都知道 在过去的四十八小时 是党内各派力量吹集结号的关键时刻 所以我说啊 停戴潮了不起 是吧 从这点上 它是把中共的党内斗争逼迫到了民间 逼迫到了表面 并且第一次是站直了腰板 如果依然停留在党内斗争 大家都等着党内斗争结束 依然执着于谁上谁下 我们换一个领袖 对于批民来说 你不依然只有跪着的份吗 是不是你换一把镰刀 那韭菜还是被收割的命吗 站起来 站起来 是吧 你们站起来 他们就跪下了 习近平在香港回来14天后 终于是出现在了新疆 党媒说是为了展示中华民族一家亲 这说法不对 你看天文城楼上两条标语 是吧 东边那条 1950年毛泽东确定在上面写上 叫做世界各民族大团结万岁 现在改成叫人民万岁的 那毛泽东一辈子 他是听了算命先生的话 绝不能进故宫 也绝不能西去 那一辈子就没有去过新疆西藏 党媒这个说法 肯定跟天文上的那句标语 就对不上了 是不是 毛主席也得跟你急 是吧 我不去 各民州也是团结的 那习近平此行岁不是为了什么 各民族大团结的 三个目的 第一是什么呢 第一是展示维稳的收效 象征新疆穆斯林和各少数民族 对中央政府的臣服 换句话说 对习近平的臣服 第二 表达习近平 对一段时间以来 国际上 尤其是美国和欧洲 对新疆问题 对中共的各项制裁 对国际制裁的挑衅和蔑视 同时呢 也是针对党内反对声音的挑战 咱们说党内啊 关于习近平新疆政策过过于严厉 然后诱发新疆各民族对汉族对中央政府的积怨 甚至现在怎么知道 导致对新疆地区的劳改产品 对新疆产地原材料的这个禁运和相关企业的制裁 党内对这是有反对声音的 觉得习近平这个做法不对 邓小平当年去拾盒子 拾盒子是农肯建设兵团的那里 说新疆稳定是大局干部是关键 当时邓小平见的是谁呢 见的是新疆第二书记谷景生 大家知道 薄熙来妻子谷开来 就是谷景生的小女儿嘛 谷景生一家五千斤 是吧 所以他有这么个关系 所以邓小平当时就对这个薄熙来的老丈人就说了 大汉族主义要不得 地方民族主义也要不得 两个都要不得 就这一句话 保住了新疆二十年繁荣稳定 后来胡耀邦主持工作 在新疆还放开了像清真寺的建设 所以穆斯林自由信教 那个时期是新疆发展最好的时期 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相处最好的时期 所以党那些老资格 不是不知道 其实中共就是放下那份 非要说治理国家的那份派头 就是不要有成龙的那股劲头 什么中国人就是要管的 越管越乱 很多事情反而是什么 你不管了好办得多 习近平展示的安定 就他这些年实际上就是什么 暴力镇压下的万木凋零的速杀 没有生机了 那么第三点 去新疆 就是暗示 用新疆的治理经验在全国使用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 我们知道今年年初 习近平任命在新疆执行反恐震报的那个武警总队参谋长 是不是跑香港去了 到香港是担任驻港部队司令 你这个一个执行对内镇压的这个武警的将领 去指挥正规军队 肯定不是为了去国防了吗 不为了去捍卫国家的这个边境边防去打仗的了 那就是为了维稳 为了给香港人巨大的威慑 我们看在过去的数年里面 这个中国大陆已经遭遇了无数巨大的天灾人祸都有 那习近平从来没有在第一时间 出现过在任何一场灾难的第一现场 大家记得这个天津大爆炸 他从北戴河回北京 你经过天津那顺道 你停下来看看几分钟不行吗 不停 武汉肺炎他跑哪去了 跑云南去了 郑州大水他跑哪去跑西藏去了 上海封城全世界关注 他跑海南去了 看种子去了 现在全国主要的一线城市停怠潮 民不聊生 他到新疆去了 他骨子里实际上是 这种根本就没有担当的这种怯懦的表现 非常明显 但朋友们 但是往往这种人呢 却总是什么 敢于不计后果的痛下杀手 那么全国停怠潮 是不是就会招来严重的维稳打击呢 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说咱们江峰节目咱们坐在这里 是不是搞不好说是鼓励大家造反呢 是不是你是看着大家在国内受罪 为你在海外悄悄的乐呵呢 不是 咱们用事实来说话 就是我想首先嘛 签署强制停怠高知书的朋友们 也不用谁再煽风点火了 他们早就有这个准备 生活和这个社会 已经把他们逼到那一步去了 有些评论说 说业主停止还贷 那是压上了自己的征信 什么叫压上了征信 我就问你这种失信惩戒国家机关审查 认定信用主体的失信行为 我就问你谁是这个国家机关 判断失信之后 强制这个限制失信主体信用权益 这种惩罚程度 如何确定 如何避免惩戒部门的权力滥用 或者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 说白了吧 就是停贷潮当中的直接诱发因素是烂尾楼 那开发商是违背契约在先呢 首先应该追索是开发商的实信吧 应该继续追索开发商的资金 你为什么没有专款专用 你怎么把钱拿走呢 政府和银行的管理失职 甚至可能有些官员和开发商一起挪用了这笔钱 或者是现在已经卷款跑路了 那就不是失信的问题了 就是涉及刑事犯罪了 诈骗 毒职 是吧 但是对于被威胁要失去征信的朋友们 一句话回答就非常彻底 我已经失去一辈子了 我还怕失去什么征信 多少微小企业 多少家庭支柱 怀着为一个家庭为一座房子 去奋斗一生的这个希望和信念 结果现在什么呢 失业 小工厂小商店开不了工 没有收入 被迫交信贷 交交这个贷款 交不上贷款了 房子 法拍 最后还得交法院费用 交银行和这个法拍之后 和这个房贷款之间的差价 还得补钱 真是把人逼的跳楼啊 很多这段时间的这个惨剧 那么咱们说 既然老百姓已经逼到这份上了 就敢站出来豁出去了 那我们就想 现在是不是会面临 习近平新疆放出来这种威慑信号 和已经腐朽为权贵服务的 这种政治法律体系的压迫呢 人民其实并不永远是被碾压的失败者 难道有与中共抗争的胜利者吗 有 就在这个发出第一份强制停贷高支书的江西省 在2000年就出过一件大事 这个事情在国内网络中 你仔细找还是可以找到的 但是很多呢 它是把它扭曲了 说这个最后呢抗疫抗争的民众 它说是一个犯罪集团是黑社会 那么真正的更多的内幕 可以在中共自己发行的内参中有详细的描述 这个事当时是把中南海吓得够呛 什么个背景呢 就当时就是农村发展论从杂志社 把历年来中央 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红头文件汇编成册 做了一本书 书名叫做上方保健在手 农民朋友抓牢 结果这本书一吓到农村呢 被风抢 还有农民说敢几百里远道 从江西别的农村里跑到南昌去买书去 为什么 这本书里面说了很多农民不知道的政策 中共的体制是决定了中央要统管一切的 但是各地具体情况不同 都有各自的特殊性 所以呢就很难完全就执行北京的政策 那么北京的红头文件是拐着弯下来的 到了到了省里面再到市里面再到这个县里面 最后到村里面 根本就不是一个味了 这叫什么叫地方说了算中央靠边站嘛 对不对 那很多地方官员欺负农民不懂法 还说实话 连地方官员他也搞不懂中央的政策变化 是吧 三天一变四天一化 于是他干脆我层层盘剥 我原来怎么做现在怎么做 自己怎么有力我怎么做 农民是苦不堪言的 所以现在有这么一本书 农民就知道如何跟官员抗争 当然官员是很不高兴 这下面不服管了 是不是自己捞不到那么多钱了 那农民拿到书更是愤怒 好吧你们这帮狗官隐瞒中央政策 偷鸡摸狗加了这个农民那么多税 结果就发生激烈冲突了 最早的导火索呢 就是有人在镇政府门口 兜售这本减负的书 派出所抓着了 抓着乡政府带走 送到那个学习班去 两天后非正常死亡 家属五十多人不干了 到乡政府奖礼 结果还被驱散了 于是四个乡镇数万农民 自发带着农具锄头搞敲 冲向了这个乡政府 包围捣毁了乡政府 当时乡长和一名主要的乡干部 被从二楼扔下来 扔下来没跑得了 愤怒的农民当场 拿着稿拿着锄头 乡政府大门挖了个大坑 把这两人活埋了 后来 乡的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 过来说调停要镇压 被当场给打死了 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失重 这事给闹大了 当时中央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 暂停强制征收农业税 避免矛盾计划 四年之后正式文件下来 2004年全面免征农业税 开始试点 最终是在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 这次是不是反抗成功了 也没有付出太多的代价 这一次反抗两个基本因素 第一 百姓你要敢于抗争 你不站出来拯救自己 不会有人帮你 第二 中央集权 政策方向 犹豫 很多时候大环境都挽救不了 没有对策 只能让步 当时胡温政权是由大量的农村人口结构改变 很多人到城里打工了 再加大量的这种出口企业在那里生产 环境污染的很厉害 农村被破坏的很厉害 矛盾非常大 解决农村矛盾根源就非常重要 那就是什么 就是把中共这种这个底层官员 对农民巧利明目这些盘剥一杆子打到底 所以搞免税 免税完了 你又怎么去安抚地方官员呢 中共就是靠它下面底下的这批痞子党员闹革命搞管制的嘛 给予地方政府土地政策 靠土地劳钱增加地方财政 所以呢 人民的反抗是获得了一点松动 但是中共体制找到了新的发财盘剥方法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事件 那么从第一个事件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只要敢于抗争 只要当时的中共正好出现了这么一个巨大的漏洞 出现了一个它难以解决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一个盘就有成功的机会 是吧 那么第二个事件很多朋友就知道了 那就是安徽奉港小港村搞的一个升盘承包制嘛 是吧 当时中共自己限制自己限的土地所有制这里了 是吧 改革开放初期 你不放开 农民没有活路 你要是放开了土地 那中共的所谓公有制基础 那它这个土地公有制基础就会被冲击 是吧 所以当时承包土地在当时是犯法的 甚至是杀头之罪 所以为了活下去 农民签署了生死状 这个事情跟江西封城事件就有可比性了 首先就是百姓活不下去了 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了 只有拼死抵抗站出来了 第二是什么 就是中共的政策和管制也走到了死糊涂 它不放开已经不行 是吧 于是呢 免了农民死罪 最后农民是拼着一条命闯出来的这条生存路 成了邓小平的伟大成就 成为了改革开放路线中土地政策最重要的常识嘛 也成了后来中国遍地开花的房地产市场 什么叫70年房本 70年房本 就这么来的 成了这个政策的雏形 那么我们看今天已经蔓延全国的强制停贷 就非常类似的背景 目前这个按揭的这个厂口近万亿 国内主要银行全都上榜 风险厂口最大的是平安招商和民生三大银行 尽管国务院和央行都紧急开会 但是现在这说实话已经不是什么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了 说白了就是房地产危机加上金融危机 一种全面危机爆发的时刻 是全面清零防疫政策带来的经济停顿 没有挽回上述危机空间的阶段 所以直接就是社会危机维稳阶段 不管习近平新疆姿态是否进入强力维稳 但是中国政治危机已经降临 所以此刻人民的坚守和抵抗 就如同我刚才说的安徽小港村和江西封城一样 它正好迎合了中国当下最大的危机时刻 中共已经千疮百孔无力回天 也许中国的百姓这次的不跪下 就是永远站起来的机会了 好 今天节目咱们就做到这儿 再次提醒大家两个事 一个是欢迎大家前往希望之城会员网站 观看我的这个现在有个星期三爆料 什么的读书 什么的剧场 还有明天一早的这个周末早茶众多节目 现在是69美元的年费 还可以赠送张天亮博士的中华文明史的电子书